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杨子琼成为奥斯卡历史上守卫华裔影后,这对于亚裔演员和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杨子琼凭借电影《顺其全宇宙》的精湛表演,成功击败了众多强劲的竞争者,包括凯特白兰之Kate Blanchich,并赢得了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最佳女主角奖。 这也是他在近期的一系列大奖中所获得的又一个荣誉,电影《顺其全宇宙》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奖项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在此之前,杨子琼已经赢得了第94届国家评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奖,第80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第29届美国演员工会首位亚裔影后的殊荣。 最近,他还赢得了美国独立制片业最高荣誉《独立电影精神奖》的最佳主角奖,《顺其全宇宙》是一部富有代表性的电影。 他成功地打破了过去好莱坞电影对亚裔演员的刻板印象,杨子琼在片中饰演的是一位55岁的美国华裔移民女性,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种种压力。 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坛烂泥。 在片中,杨子琼完美地刻画了华人社会女性的形象,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一切,为了家庭他不得不扼杀下一代未来的机会。 他所体现的母爱的无私和坚韧让人感到非常震撼。 电影中还有亲子和姐的情节,杨子琼在片尾一段与初贵女儿告解的镜头,温柔地粉碎了传统的框架,向世界证明了爱的延续风势的多样性。 这是一部长达40年的表演及大臣之作。 杨子琼在片中的表现深受观众喜爱,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演技,也为华人社会发声,打破了刻板印象,顺其全宇宙这部电影的成功。 不仅在于杨子琼的出色表演,也在于他的独特创新和深刻主题。 电影讲述了55岁的美国华裔移民女性阿庆杨子琼是在父亲生日大寿这天,面对家庭、事业、所有一切都濒临崩溃边沿,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这摊烂你的故事。 这个角色让杨子琼得以展现出自己对演技的深刻理解和对角色的完美理解,他不仅凭借激烈的武打动作惊艳观众。 更是将阿庆的内心感受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与女儿的感情戏中展现出母爱的真谛,令人动容。 除了杨子琼的出色表现,电影的独特创新也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该片导演是丹尼尔卡尼·丹尼尔·丹尔·康尔和丹尼尔·舒伯特·丹尔·莎纳尔·他们在这部电影中运用了许多特效和视觉效果。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让杨子琼成为全球电影业的焦点, 还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困扰好莱坞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作为一名亚洲女性演员 杨子琼不仅需要克服行业内的典型障碍 还必须抵制多年来存在的偏见 在接受采访时 杨子琼表示 他希望自己在电影中的成功 可以帮助更多的亚洲女性演员获得机会 他认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推动文化变革和意识形态转变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 能够为下一代亚洲女性演员树立榜样 鼓励他们在行业中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此外 杨子琼的表现也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许多评论家认为 他在电影中的表现是他40年演艺生涯的几大臣之作 他的表演不仅充满了深刻的情感 还充满了喜剧感和优雅的气质 他成功地将一个复杂的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人们对他的演技刮目相看 在杨子琼成为奥斯卡影后之后 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大量的赞美和祝福 许多人表示 这是对亚洲女性演员的胜利 也是对多元文化的肯定 杨子琼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感言 感谢家人、团队和粉丝的支持 同时也呼吁大家关注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杨子琼的成功不仅是他自己的荣耀 更是亚洲女性演员和多元文化的胜利 他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 亚洲女性演员有着同样出色的表演能力和创造力 同时也为电影界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注入了新的活力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